一千嘛,那你要把它放进来,就会变成国旗 只是接下来要怎么做国旗的部分呢? 一样,开一个新的档案,对不对? 档案的名称,你就把它改成叫国旗 我本来是想说出个作业给各位 就是说呢,去找一个其他国的国旗 画一个其他国的国旗 就大家都画最简单的那个,法国嘛,日本最好画 好,两千,两千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在做第二个是国旗的练习 那我们国旗有没有,两千两千 特别注意,其他记得要改成像素,像素按确定 那背景改成什么颜色呢? 改成填满的地方,改成颜色有没有 改什么呢?改红色 那红色应该是多少?252525 2500,就是红色的 应该知道这个原理吧,RGB按确定 确定,红色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国旗怎么样呢? 搬到里面来 可是特别注意,你要把它搬过去的话呢 你可以编辑里面有个复制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来了,你把它复制的话呢? 要怎么样刚刚好,这三个东西 这全部通通可以一次搬过去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图层 把这三个图层做什么?做连结 那要怎么把它三个一起选举 你可以按SHIP的键 SHIP在按住之后,按右键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连结,那连结就有点像那个群组 如果你们有用过那个Word啦,或者是其他软体 有个所谓的群组,对不对? 你会把它连结起来 连结之后呢,那这三个就会变成一个 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搬到这边来,放开 有没有?三个就直接过来了 放过来之后的话呢,你再把它Ctrl加T 如果你今天要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点上面的话 这个是中心点,那当然你要搬到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改为多少? 0,0 那它就会刚好怎么样呢?放到00的位置了 OK,那最后的话呢,你就把它再做SAFE 再做一个SAFE,这个国旗呢,就完工了 应该了解意思吧?那今天的练习大概就是把 做一个国徽,做一个国旗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